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謝謝 我是Kenji 梁志賢 前香港的運動員 現在就退役了 做單車教學和單車顧問 其實單車運動員是甚麼呢? 很多人都在想運動員 怎樣成為一個運動員 而運動員之後的新鞋又會是怎樣呢? 現在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甚麼是犧牲、享受、享受犧牲 好像很複雜 其實在這個過程之中 在我做運動員的過程之中 我犧牲了甚麼呢? 讀書的時間 犧牲了讀書的時間 因為在我做運動員當中 其實我喜歡到已經很少回學校了 很多時候都請假、去了比賽 到我真正升學的時候 亦都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甚麼呢? 沒有讀書、沒有考試 又怎可能升學呢?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是追求我自己的夢想 因為我喜歡單車這個運動 其實你們都一樣 你們追求你們的夢想 你們喜歡這件事 你要向著這個目標去做 不過 我們要明白一個東西就是現實 現實就是你要知道遊戲規則是怎樣玩 遊戲規則是甚麼呢? 你要知道讀書的時候 你要通過考試才可以升級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好像比賽一樣 你要取得成績才可以代表香港隊 甚至有其他一場的贊助繼續出去比賽 這就是那個遊戲規則 那麼在我運動人生裏面呢 其實就是在十三歲至二十九歲這段時間呢 就是做了我運動員的人生 但是在我退役之後 我的人生是怎樣呢? 是空白一張紙的 在我做事的過程之中 我不懂得怎樣做事 讀書的時候 我又沒有讀好書 出來原來很多時候 需要用語文就是英語 那又怎樣去溝通呢? 這是其中一樣最重要的 我們的人生 但是因為我們有了我們清晰的目標 我們會堅持我們的目標去做 其實在過程之中 其實很辛苦 作為一個運動員很辛苦去訓練 每天訓練很辛苦 為了甚麼呢? 其實為了就是達成自己的目標 或者其他人的掌聲 因為我們可以踏上那個頒獎台 而頒獎台 你表面上可能是十秒鐘的時間 去拿獎盃 但是往往我們訓練的時間 可以花了五年、十年 甚至十幾年 其實單車運動員呢 每一次的訓練 是跟讀書差不多 每天可能上課要五個小時至八個小時 大家讀書一樣 但是有幾多個真的讀書的時候 是很留心去聽書的 如果很留心去聽書的朋友 請舉一舉手吧 現在 請舉一舉手吧 少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想想 你自己很留心去做一件事的朋友 你們可以舉一舉手 你自己專注做一件事 例如你做設計 例如你很喜歡讀英文 很專注 是不是人們多了手? 為甚麼? 其實因為你喜歡這件事 你才可以做到你的夢想 我們踏一單車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聽到踏一單車 要訓練作為一個精英運動員 你看到個個案 我們一年要踏三萬公里 這裡我相信在座 有些人是做職業的 坐飛機經常坐的 有沒有一年坐過三萬公里的飛機的理數? 少了 是不是? 又或者駕車的朋友 會不會一年可以駕到三萬公里的距離? 都沒有了 是不是? 正正我們為了這個目標 才可以達成我們精英運動員的其中一部分 因為黃金寶 大家都認識了 是不是? 拿了這麼多獎項 其實你知道一年 最少踏幾多公里距離嗎? 大概三萬五公里 有時多的時候 一年是四萬公里 平均除了來說 其實我們每一天要踏 大概是一百公里距離 一百公里距離究竟有多遠呢? 就是其實如果你知道 香港這個地大密波的地方 香港就是由沙田出發 踏到屯門 屯門然後再去沙頭角 回到大埔再出分沙田 是圍繞一圈為止一百公里 你想想 每天我們都要踏在這樣的距離 如果你想作為一個精英運動員 可能你會超過這個數量 那在我香港的運動員的生涯裡面 其實是九年時間而已 只是我很不開心 因為我找不到我自己的目標 也跟教練有很多不同的爭執 這個爭執其實跟等於學校 回學校一樣的 學生來說可能會跟老師爭執 我不喜歡讀這一科 我不喜歡讀什麼 是吧? 都會有這些 在當時我爭執之後 我就自己跑去歐洲 拿著我身上的六萬元 當年六萬元 其實不是一個很多的錢 去到歐洲怎麼辦呢? 人生路不熟 語言又不通 當時我很可惜的是什麼呢? 離開了香港隊 為什麼這麼說呢? 很可惜離開香港隊的過程之上 其實因為我失去很多資源 香港隊給我的就是 很多贊助 單車不用我買 吃著不用我管 機票不用我考慮 所有東西我只是訓練就行了 但是去到歐洲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要自己去管 這就是我另一個人生的轉捩店 到了當時 我頭一年 因為只有六萬元 又拿不到很好的獎金 也沒有贊助 我曾經想過做什麼呢? 畫畫 我自己讀文化設計 畫畫之後就拿出去賣 但是原來賣不到錢 因為賣不到錢我就生活不了 為什麼賣不到錢呢? 第一件事 我都沒有很漂亮的畫筆 很漂亮的畫質去做 我找什麼呢? 超級市場 拿了那些紙皮箱 割到美帥仔仔 然後就畫一些字上去 畫一些畫質上去 就是這樣去賣 當然賣不到 之後通過包裝 通過包裝 找把剪刀剪帥仔去 終於可以賣到一、兩元的歐浪 等我一下 之後就發覺 咦? 我的夢想和我的現實不混合 做不到 怎樣可以繼續我的夢想呢? 在我過程中 最艱苦的六年裡面 就跟隊友在那裡聊 因為隊友其實是一個團隊的形勢 去幫助你的 那個隊友是 他衝線很厲害的 在這個比賽裡面 只要你最後回去幫他 帶領他去衝線的話 他贏了冠軍 他就有獎金了 這個獎金 他就會分給你的 這個就是我的人生的經歷 他怎樣跟人一起合作 因為運動來說 不是一個人做 是一個團隊去做 出來做事都是 一個團隊去做 不要想著自己是最托 就可以很厲害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要混合一起 全部一起去做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一個回報 以及一個更加厲害的理想 然後其實我在歐洲裡面 踏了50場職業賽 職業賽是什麼呢? 職業賽其實是等同MBA 不是你想去參加比賽就有比賽 職業賽是由一些 可能國家隊的成員 然後被挑選變為職業隊 之後再去參加比賽 而每一個車隊 可能會有30個運動員 去挑選可能是六個人 最後的前途 就是到了我現在退役的時候 就是做回我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就是做教練 所以就是最賺錢的地方 抱歉了,時間不斷 謝謝Kanji